据报道,在本赛季的交易节之日,即将来临之际,蓝网队,和七六人队,完成了一笔避震级的交易,而这笔交易,对于双方的球迷来说,也是期待已久。 在这笔交易中,蓝网队,送出三巨头之一的哈登,以及米尔萨普,得到了七六人队双臂组合之一的西蒙斯,小库里,德拉蒙德,和两个未来的手轮签,这两个手轮签,分别为2022年的五保护,以及2027年的受保护手轮签。 对于蓝网队来说,他们之所以会选择交易哈登,其原因,来自如下几点。 一方面,哈登本赛季在球队里的状态非常低迷,截止至目前,哈登场均只能够得到22.5分8篮板,10.2次助攻的表现,投篮命中率,仅为41.4%,三分球命中率,仅为33.2%,场均得分,和两分命中率,都创下了自离开雷霆队以来的新低。 而另一方面,在欧文,只能出战客场比赛,以及杜兰特受伤的情况下,蓝网队目前的战绩,非常糟糕,已经遭遇了四连败,并且跌至了东部第八位。 因此,他们急需做出改变,否则,球队将很难冲击总冠军。 对于76人队来说,从上个赛季季后赛,意外被早遭逃派后,西蒙斯和球队,就已经产生了,不可调和的矛盾。 在休赛期里,西蒙斯,就陷入了各种交易流言之中,而他在新赛季开始后,也拒绝为76人队征战,即便回到球队参与训练,也和教练,队友,产生了矛盾。 截止至目前,西蒙斯本赛季,没有打过任何一场比赛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76人队,目前只取得了东部第五的诈计,对于志在冲冠的他们来说,交易西蒙斯,换来另外一名全明星球员,是最好的选择。 实际上,双方的这笔交易,已经谈判了很久了。 早在休赛期里,76人队就表示,非常希望,能够得到哈登,但彼时的篮网队,仍然相信,哈登,能带领球队夺冠,因此,拒绝了与76人队的相关交易。 而在交易发生之前,双方也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,之所以交易迟迟没能够完成,其中,最主要的原因,在于,76人队,在这笔交易中,不愿意付出年轻球员马克西。 在交易截止日,即将来临之际,蓝网队,总算做出了让步,作为回报,他们也得到了小库里,和手沦陷,76人队,则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哈登。 从目前来看,这笔震荡联盟交易,堪称是一笔双方各取所需的交易。 对于蓝网队来说,在这笔交易过后,他们则组成了欧文加西蒙斯,加小库里加杜兰特,加德拉蒙德,阿尔德里奇的恐怖阵容。 在进攻端方面,西蒙斯,可以成为球队新的组织者,并且,年轻力壮的他,完美地满足了蓝网队,要为阵容提速的要求。 在拥有杜兰特和欧文,两大顶级得分手的情况下,蓝网队,将不需要担心,西蒙斯,对进攻空间的限制,何况,他们还得到了目前联盟最出色的射手之一的小库里。 截止至目前,小库里场均可以得到15分,投篮命中率,高达48.5%,三分球命中率,高达40%,他的到来,为蓝网队的外线,提供了强大的火力,在关键时刻,也能成为球队很好的选择。 在防守端,西蒙斯的能力,已经不必多说,他从一号位,防到五号位的防守能力,将让蓝网队,受益无穷。 总之,尽管目前,已经遭遇了十连败,但在这笔交易,以及杜兰特付出后,他们仍然将成为东部最强大的力量之一。 除了本赛季外,从这笔交易中,得到的两个手沦陷,也让他们的未来,充满希望。 对于七六元队来说,尽管失去了球队最好的射手,但他们也从而得以摆脱了西蒙斯这个负担,毕竟,他本赛季的,不愿意出战,很大程度上,给球队造成了实力上,和球队氛围上的双重影响。 更为关键的是,这笔交易,让他们得到了可求已久的哈登,尽管本赛季的哈登,表现,有很大的下滑,但他依旧是联盟里,最出色的后场球员之一,他和恩比德,将组成,令所有对手,都感到恐惧的内外组合。 在个人进攻时,哈登,能为七六人队的外线得分,带来很大的补强,而他们,也将拥有一名真正的组织者。 在本赛季截止至目前的比赛里,七六人队很多时候,都需要恩比德,来组织进攻,这导致恩比德很多时候,都无法安心地,在内线发挥所有。 除此之外,在关键时刻,哈登将会成为球队最好的选择之一,毕竟,在上课赛季里,七六人队,就因为需少外线的持球得分点,而被淘汰。 而在组织进攻时,哈登,能为外线的哈里斯,和内线的恩比德等人,制造非常好的进攻机会。 总之,这样的阵容,足够令人期待。 对于在这比交易中,涉及的两位主角,哈登,和西蒙斯来说,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。 一方面,哈登目前在篮网队,打得非常不舒服,在球队拥有多名持球得分手,以及缺少内线的情况下,哈登始终无法发挥自己最大的威力。 而目前,在和恩比德成为搭档后,哈登,可以获得很好的证明自己的机会,他本人也表示,希望被交易到七六人队。 另一方面,西蒙斯在心理上,将得到很好的解脱,在篮网队里,他也将获得,最适合自己的角色,不必再担心自己外线投射能力不足的短板。 尽管这比交易,对于两支球队和涉及的球员来说,都将是很好的选择,但在交易真的发生后,很多事情,还是令球迷们,感到惋惜和感慨。 首先,篮网三巨头,自上个赛季出七合体后,他们实际上,只出战过十六场比赛,上赛季的季后赛里,则因为伤病,而没能带领球队夺冠。 如果他们能得到更多的磨合时间,或许结果,会截然不同。 其次,西蒙斯和恩比德的双地组合,曾经也让七六人对球迷,充满了期待,但二人,却始终没能带领球队,取得更好的成绩。 无论如何,目前交易已经完成,一切都尘埃落定,这是哈登和西蒙斯来说,是最好的归宿,蓝网队,和七六人队,也将组建全新的阵容,向总冠军,发起冲击。 在这笔交易过后,两支球队,都将成为联盟的夺冠热门球队。